新闻来源 环球网 据乌克兰RBC UA新闻网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6日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称 乌克兰战胜俄罗斯的胜利计划90%以上的内容已制定完成 并将于下周呈现给其西方盟友 泽连斯基在帖文中称 整整一天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 为我们的乌克兰胜利计划做准备 每个要点都充满了真正实质性的内容 包括军事 政治 外交和经济方面 每个领域的关键人物都参与其中 报道说 泽连斯基认为 乌克兰所需采取的步骤建议非常明确 对于每一个步骤 我们都有一份明确的行动清单 究竟需要什么 以及如何加强我们的努力 他还说 这个计划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其中90%以上的内容已制定完成 下周 我们将向我们的盟国呈现我们的胜利计划 泽连斯基说 RBC UA新闻网补充说 泽连斯基近日宣布 他计划9月向美国总统拜登提交乌克兰的胜利计划 据悉 泽连斯基不仅将向拜登提交该计划 还将向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和哈里斯提交 报道提到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伊洛 波多利亚克重点说明了该胜利计划的一些关键点 包括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以及经济和政治问题 据路透社8月28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7日表示 他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期间 向美国总统拜登及两党总统候选人 提出一份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的计划 但与此同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承认 乌军攻击库尔斯克的战略目的并未实现 据俄新社8月28日报道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基辅有关战胜俄罗斯的计划 不会阻止俄方继续实施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Reignam新闻社报道称 俄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专家杰尼索夫表示 泽连斯基的立场意味着乌克兰军队要成功的对抗俄军在所有方向的进攻 并在库尔斯克方向继续推进 杰尼索夫称 泽连斯基的言论并不新鲜 他在特别军事行动的不同时期都已多次重复了这一点 在当前局势下 这番表态可以被视作舆论游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